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明光明 欢迎回到我们的恐怖之眼解说视频当中来 游戏又更新了最新6.081版本 更新了许多的游戏剧情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来探索这个危险的城堡 那么第一张出没在废弃城堡的拉苏公主 没错现在他改名叫拉苏公主了 以后我们就以游戏正式版本名称来称呼他 好那么开始游戏 显然这个地方的主人曼尔斯先生 是位非常有钱的成功人士 同时这对我来说也是丰厚的收获 我要做的就是找值钱的物品 拉苏先生在不久前不知道为何就人间蒸发了 我只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可以了 只需要找到20个钱 这对我来说是小意思 进入游戏之后发现游戏更新之后 画面变得更加的明亮 而且贴图质量会好了很多 之前都没有这么仔细的观察过 以前都是被他们给吓了 因为以前的老版本的话都是非常黑暗的 那么现在变明亮了 我们就可以多观察一下它 另外游戏更新了剧情模式之后 在右侧会有很多的日记出现 我现在还没有解锁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继续探索废弃古堡的秘密 这里我们找到了两个前代 然后准备出门 这里有一个恐怖之眼 我们拿一下 找到线索的方法 拼凑日记的方法 这个是什么 看起来很亮 但是并无法点开 这边要说一下 找到日记的方法的话 有可能是点击古堡内的某种物件 或者是使用恐怖之眼 与克克克克拉苏公主 哎还是不太习惯拉苏公主进行对话 或许就可以获得新的日记了 只是还有其他其他的方法的话 小伙伴们如果有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妹子 呃不然的话 我们可能这个日记可能拼凑不成功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保证过你永远不会来 看见没有 你保证过你永远不会来 怎么回事 刚才那什么声音 这就是用恐怖之眼与拉苏公主进行了对话 接下来我们出来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重复玩的话 那么就可以在游戏通关之前 把手上的恐怖之眼全部给用掉 那么就可以解锁更多的日记了 一个包裹 但是他还未被寄出去 又是一个新的日记 有个地址什么鬼 这是我家的地址 Let's go 好好 游戏更新了之后 没有下蹲了 加速还是存在 这边我们也说 这要给小伙伴们说一下 对不对 这里肯定有问题 我又发现了什么 这不太好 似乎每次前进一步的行动 都很难 但我必须要查清楚 感觉已经很大了 对不对 看一下 克苏公主 在楼上 他移动的速度很缓慢 而且这个时候 他正准备下楼了 好的 哦 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如果想完最新版本的话 一定要 断网游戏 千万不要联网 不然的话广告会多的吓死你 好我们再看一眼 他一直在打击我 不可能是他 怎么会 我看见了瓦丽 这个对话 好像是我们的主人公 跟克苏公主之间 可能他们会存在一定的关系 不知道是朋友 或者是我们之前有猜测过 他们两个是情侣之类的 但是这个不太缺点 因为现在我们都要以官方的一个剧情为主 对不对 好 在马桶里面什么也没有发现 好 那么又得到一个负担 但是我一直看到的怪物吗 这是什么样的疯狂 我要摆脱这个魔咒 医院开的处方 你还不能购买这个药品 你需要在离开医院前 获得药品的处方才能购买 这都是剧情 最终拼凑出整个故事的真相 当然我们一直都是靠自己猜测 并没有了解作者的一个真正故事 奇怪的瓶子 我又是能在医院看见这些瓶子 而且很想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 而我现在还没有到医院去过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打印机里面 打印机里面不是应该有个恐怖之眼吗 出来了 很有意思 这次出来的速度比较慢 我觉得这边应该可以找到那个线索才对 但是并没有找到 拉苏公主 拉苏公主好像来了 还有笔记 好吧 我有密码 但是该用在哪里 我应该还找到一个新的 应该是有两个线索 还有笔记 对吧 这里有些注释 这个人是能从家人那里得到魔咒 这到底是什么 上面还有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捕捉照片中的魔咒 上帝怜悯一个找到他的灵魂 这就是我的结局 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魔咒到底是什么 我很好奇这个魔咒的东西 但是后期能够更新就好了 这个音乐为什么没有遗迹呢 走了 这个故事 这鬼魂在追我 我该怎么办呢 我敢肯定 现在这个幽灵正在困扰着我 他在找我 几乎闻到我的味道 我浑身发抖 现在我在哪里 我应该逃跑吗 怎么回事 看起来似乎是里面的曾经进入过这个房间的另外一个人 留下的日记吗 这把钥匙一定用在周围的抹杀门上 而且看起来挺旧了 这个我们知道 这是通往楼下的一个钥匙吗 不对啊 这这个钥匙是干嘛的 这里有几幅照片 这个隐蔽的房间 我们应该可以要去一下 这个钥匙是楼下的那个监牢的钥匙 说错了 好 我们接下来应该可以下楼了 五百宝 这魔咒还在我身上 这里有蛮多文件 OK 还在闪光 没有闪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蛮多文件 笔记漫步 看起来很仓促的样子 上面有与这里的遗史相关的内容 它看起来又累又害怕 他绝对是一家之主 雇用之一 不过从他的眼中看出 他有许多悲伤 他看起来犹豫不决 难怪他看起来很累 在这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还有这些人 他似乎很担心 他似乎有些紧张 你看看照片就能感觉到 他很年轻 并且很开心 希望他就是那样 但是不知为什么 我有点怀疑 奇怪的一些解释 应该还有其他的密码 有鬼魂在追我 这里肯定有问题 一张老人的照片 整个地方都关闭了 好像没有新的了吧 没有了 再应该接下来就是跟 拉苏公主的对话了 我们看一眼 这一次并没有成功的与他对话 拉苏公主也在楼上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用害怕他的 看来照片才是关心 我必须化解魔咒 看样子 我真的要去到 那个暗室里面去才行 这里的气氛 震定能景 那时候喘不过气来 看一下 这里看起来才是高 似乎有些疑似的 确在这里举行 这里究竟发生什么 房主要上去拿去了 还有一个呢 看来照片才是关心 如果这个人设法给你们 魔咒是要陷阱 同理也许我也能做同样的事 但是那要如何去做呢 我对此一无所知 这肯定不行 我感觉他越来越靠近了 这个我知道 毕竟我也是老玩家了 好吧 我们出去到这边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密码了 哦 大家可以看现在的 这个木栅栏 比之前的要好看多了 但是出现了一个贴图持误 出现了一个贴图事 不过我们可以把它给拒掉 地上有钱袋子 我都忘记见了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深入探索 拜托他唯一方法就是深入探索 我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人 笔记让我知道下一步该看哪 对 基本上这些谜题 我们都应该探索一下 我需要你 但是你为什么不来 我来不了 他把我锁在里面 我试着逃出来过 这是新的了 我试着逃出来过 他也就是说他被锁在这个房间里面了 所以他出不来 大女孩 大女孩 我想知道这个树苗里是不是还有更多细节 也许树苗里的人就是妈妈 小女孩还有爸爸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从这里穿出去 我们要重新回去 我们要去到那个密室里探寻真相 看一眼 哦 克导树要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加速吗 算了 不用加速了 我还是叫他克导树 实际上就是拉苏公主嘛 对吧 我们先把他还原 小女孩 搞错了 那是大女孩妈妈小女孩爸爸爸爸 OK 你解锁了一个成就 OK 我们进来了 然后在这里 这个房间并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这里有一个八音盒 八音盒里面居然没有日记 木马什么的都没有反应 可惜了 但是这个房间确确实实 比之前的一个质感要好多了 画面真的好多了 好吧 我们要走了 接下来我们要传送出去 我们要到地下室去 地下室里面说不定有其他的秘密 可以探索 传送一下 没有传送到准确的位置 下楼 跑 我们跑 我们没有跑 跑进来 躲起来 没有想到居然会被拉苏公主 看奖 一看一眼拉苏公主 火仍在燃烧 你能做痛 不放过我把我道歉 好 我们趁这个机会赶紧溜下去 反正那苏公主的速度比较慢 我们可以放过去 这里什么也没有 我们又刚才看见了两条新信息 所以说你等一下进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就去看一下 那苏公主又跟下来了 让他看见了 火仁在 让烧地人做痛 不放过我把我道歉 我应该看到了两条信息 这个神奇的仪式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女孩们的安全 但同时也囚禁了他们 我绝对不会成为被囚禁的人之一 我得找个方法逃出去 必须逃出去 这怎么回事 所以说拉苏公主是在这个房子里面 被囚禁起来 然后被烧死了吗 那我是怎么论识拉苏公主的 你得说大女孩是我的小儿童 是后织到伙伴吗 可能是 走吧 拉苏公主怎么还在这里 暂时也没有对话了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有几个解锁了 还差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还差八个没有解锁 有点困难 关键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去解锁 这里没有别的东西 该去别的地方看看 已经收集够了 赶紧离开这里吧 又来了 拉苏公主又来了 不要紧 我跑的比较快一些 但是我们就在这边来堵一下 好 我进来了 形态已经收集够了 这边我们来看一看 够了就是够了 这里再也找不到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能去别处找更多线索 但是明显的 我还有这么多线索 没有找到 我是有哪个房间没有去吗 所以这里就需要小伙伴们一起来 群测群力了 我们到底是哪里还没有 找到呢 没有救赎 我知道这是我应得的 我成功过 但没能坚守下去 这个应该是 以前没有看到过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我还有几个眼睛 可以去看一下 捡起来 又结束了一个成就 出类拔萃 我升级了 哇 居然还可以升级 这个设计挺不错的 好吧 那么看一下 拉松公主下来了 我们逃一下 可以逃到这个房间里了 然后把我们的眼睛全部给用掉 希望能够解锁更多的 我爱你 但你却杀了我 我也爱你啊 或许爱我 这个应该不是对我说的话吧 我也爱你啊 我也爱你啊 或许爱我 这个不太对劲了 这个故事越来越奇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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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让我们离开吧 还有几个东西没有找到 应该是道具了 只是这个道具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看到过 我一直都在忽视它 拉松公主 拉松公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突然就下来了 我差一点就凉掉了 我的天哪 快看一眼 算了 我们直接走吧 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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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逃跑了 我们要逃跑了 逃跑逃跑 OK 就这里 哦不 是它 我十分肯定 因为看起来非常的像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而我现在却可能看到它 为什么这样 我摆脱不了它 在呼唤我的声音 就像影子一样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好 喜欢看《恐怖之眼》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一下民工们 接下来将继续更新 《恐怖之眼》的一些剧情内容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